如果说在探讨人的性格这个领域上 韩国人拍的片子自称第二 基本没有谁敢自称第一 当然还有些许神作也很厉害 但是在大范围内 他们对人性真的剖析到了极致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 啪哒啪哒 是用鱼的视角来描述人类 哼 又是一部绝对的成人动画 在韩国某一个小镇上 有一家海鲜餐馆 一路吃鲜美而远近闻名 吃过他们家的鱼肉多说好吃 背景店铺就开在大海边缘 先补先吃 餐馆可是用海水继续养殖这些鱼类 让顾客可以在观赏的同时 选择自己想吃的鱼类 可是对外说是海鱼 是从大海捕获的 但是黑金店家却选择在一定程度上 进了一些在养殖场孵化的鱼 有一天老板进货时 却无意中混进了一条 在大海中生活的鱼鱼 虾角的鱼缸让鱼感到窒息 不过幸好被老板发现 被分到了只有零三几条鱼的鱼缸 这里是不被客人常点的区域 有了空间的燕鱼横冲直撞 对着玻璃就像是不怕疼一样的 撞来撞去 然后就没有来后了 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逃得出去 其他鱼就像看傻子一样 不知道他在干嘛 突然燕鱼感觉气氛有些诡异 因为鱼缸内的鱼 突然全部翻身死掉了 但是他不管 他又回大海 他又出去 继续凤凰地撞击着玻璃 这活泼的样子 却被鱼缸外的客人看在眼里 当场点名就要这条鱼 原来其他鱼死掉只是装死 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客人选中 但幸运的是 燕鱼即便被选到了也没有死 因为黑心老板在神不吃鬼不绝的情况下 偷偷拿了另一吃半死不活的燕鱼来做菜肴 这一刻 燕鱼的疯狂才停了下来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菜板上的同类 被老板用刀削掉了身上的肉 这种死法 他是第一次见 他这才知道 自己来到这会遭遇到什么命令 本来被禁锢在这鱼缸内 就会产生些许的恐惧 这次 燕鱼更加疯狂地装起玻璃 他必须回到大海 这里是地狱 不管其他鱼怎么劝说都有寄予室 这时 鱼缸内的老大 鼻木鱼突然从案板跳出 估计 这燕鱼找到他的休息 他一个神龙白尾 就把燕鱼拍到玻璃上 最后晕了过去 鼻木鱼教会了这个鱼缸里的鱼如何生存 只有装死 才不会被客人选中 死鱼的肉质和鲜鱼有着很大的区别 所以客人即便选到了同类 老板也不敢用死鱼去做菜 这一来后去 就让这个鱼缸里的鱼活了很久 鼻木鱼不知道燕鱼干嘛那么想要回大海 但是他告诉燕鱼 想要做什么就得先活下去 可这昏迷的燕鱼此时却梦到了 自己见到无数的人类在吃鱼杀鱼 他惊醒地过来发现自己还活着 但是 能就在这个地狱之中 如果人类杀鱼已经让燕鱼震惊之外 那么当老板在鱼缸内 弄下一条冰死的鱼时 燕鱼才知道身边的鱼类也不是山茶 那条鱼明明还没有死 大海在求救 可是却被鱼推到鼻木鱼的住所 随后鼻木鱼吃掉他的眼睛 剩下的鱼豆也被其他鱼整形恐后的吞食 虽然在大海 燕鱼早就见过更加残忍的捕猎 可是它可以躲开视而不见 但在这个狭小的鱼缸 它每天都得看着这样的场景重现 燕鱼并不清楚 在大海 即便不是食肉鱼 也有数不清的微生物可以进食 但在这鱼缸内 你如果不吃它 你就得活活饿死 最后在冰死吃鸡 要么成为他鱼食物 要么就是被老板一次冲号当成食材 燕鱼没有去吃 而且想到原来鱼缸的水面可以跃起 它没有犹豫 就将在重鱼蒙逼下 直接跃出水面 将要跳到大海 可是鱼缸和大海之间 还有那么一小段距离 就像在状态下 让燕鱼体验到了死亡的味道 但即便如此 它还是啪哒啪哒的 往大海跳去 其他鱼都停下近时 看着燕鱼的疯狂行动 但燕鱼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它歇怒了昏迷 被老板剪刀 重新轮回鱼缸 其他鱼这时候才明白 燕鱼到底有多疯狂 本来以为撞玻璃 究竟很离谱了 谁知道还有更离谱的行为 于是燕鱼被其他鱼取了一个名字 啪哒 在夜晚 所有鱼的肚子都有些饿了 于是在笔木鱼的组织下 它们进行了一场 吃尾巴小游戏 只要能够回答出笔木鱼的问题 才能够留下自己的尾巴 笔木鱼之所以能够成为鱼缸的老大 是因为它支销了好多大海的事情 所有鱼都以为笔木鱼是来自大海的 就连帕达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它不理解 为什么笔木鱼却一点都不想回去 只要它提出了问题后 才能帕达知道的原因 海星有几条腿 帕达想也没想的就收五条 其他鱼则是二十三十五十都有 它们都没有见过海星 只能瞎猜 最后笔木鱼公布答案 是五十只 帕达这才清楚 原来笔木鱼根本就没有去过大海 这里的所有鱼都是养殖长生活的 难怪它们对大海一点都不向往 帕达想要多说什么 就被鱼压在身下准备吃掉尾巴 最后帕达被咬疼了 特别不满而奋起反抗 所有鱼都开始针对帕达 就一条小黄鱼出来阻止 却也无际于事 这个闹剧持续了很久 幸好之后有人类过来点餐 所有鱼立刻装刺开始避难 等风波过去后 这场闹剧也就暂时停歇 帕达没有像之前一样在种玻璃 也没有在尝试挑出鱼缸 他也开始不得面对现实 可是想回去的心却从未变过 他迷茫地看着玻璃外的大海 这一幕让小黄鱼有些好奇 帕达在做什么呢 帕达说自己在听大海的声音 可是周围明明只有氧气机呼噜呼噜声音 帕达说得用心去听 可还是只有氧气机的声音呢 没有鱼可以理解帕达的心情 但是在做所究竟的比目鱼 却因为帕达的这番话 而想起了自己女朋友生前说过的话 那时候他爱人还活着 他之前讲的大海经文 也并不全是胡说的 因为他的爱人真的是从大海捞来的 爱人一讲过帕达之前说过的话 用心去听 你就可以听到大海的声音 可事实上比目鱼再怎么用心 他还是只能听到氧气机的声音 大海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装死这个方法 也是爱人交给比目鱼的 他无论如何都忘不了 就是装死才让自己躲过一劫 才让爱人在自己面前 别人在杀死 别人在吃掉 他恨 可是他没有能力改变事实 从此 比目鱼就开始温温饿的度日 每天只向着 如何活着就行 而帕达则就不同了 即便迷茫 可是却从未想要放弃回到大海 一个人不勤 那就找一些伙伴 在鱼缸的下方 就是帝王蟹的领地 在这些海中杀手 帕达见过他们的威武 也懂得他们的语言 于是 他天真地直接跳进了帝王蟹的鱼缸 这个行为可是让比目鱼和小黄鱼 他们又一次吓到 他们已经不知道 帕达还会再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了 在帝王蟹鱼缸的帕达 显得是那么的弱小 即便帝王蟹不动 那拥挤的空间也足以让帕达丧命 但幸好的是 老板儿子发现了帕达 于是将帕达救了出来 然后放到观赏鱼的鱼缸内 此时的帕达已经浑身是伤 明明火火中 他被观赏鱼弩骂 让他滚出去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愤怒无助的情绪 一下子占据了帕达的大脑 于是他和观赏鱼打了起来 结果却无意中弄倒了 鱼缸内的玩具剑 而被刺伤 此前鱼缸内除了小黄鱼 没有人就会帕达的死亡而伤心 在他们认知 只要被人类从这个鱼缸内带走 那么基本就等于是死亡了 小黄鱼那个恨啊 他虽然落小 但是他存回帕达的朋友 也想帮助帕达 竟然如此 他决定尝试一下 看能否让底下的帝王蟹帮忙 可事实却是残酷的 懂帝王蟹语言的帕达都身受重伤 不懂语言的小黄鱼就跟哑巴一样 最后 他只能带着想要帮助帕达的精神而死去 实体被扔回鱼缸而当作食物 鳗鱼想要进食时 却意外地被比目鱼给阻止了 这些时间 比目鱼想了很多 虽然帕达一直猜他的台 可是那家伙就像自己妻子一样 哦不对 应该说 让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 比目鱼开口说 这是我们的朋友 其实比目鱼并不是一只 无情无义惨酷的鱼 相反 他教会了这个鱼缸内的鱼装子 他对活着的意义并不在乎 只是遵训爱人临死前的嘱咐 就是这样 再装子一活就好了 可这一装 不知道装了多久 直到现在比目鱼才算醒了过来 其他鱼都突然有些动容 虽然饿了 但是想到小黄鱼生前的场景 他们还是忍住了口服之鱼 但是麻烦也随之而来 老板发现帕达被放到了屋内 于是重新又把帕达放回了这个鱼缸 结果帕达就看到小黄鱼在比目鱼的身下惨死 以为是比目鱼杀死小黄鱼 愤怒的情绪 让他彻底失控 追了比目鱼 满鱼缸的跑 即便有客人来了 他们还在跑 于是 客人看着如此活泼的鱼 最终 选了比目鱼 作为蚕食 装死好久了 他总已被搬到了案板上 他慌了 谁说不怕死的 他不想死 旁边的人类的各种操作 都让比目鱼越发的紧张 鱼的实体被大卧烘烤得 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就在比目鱼绝望的时候 客人却突然换菜了 想要吃豔鱼 比目鱼重新回到鱼缸 而帕达也清楚了前因后果 两条鱼就这样平静地望着 他们理解了对方 可是帕达却没有逃过死亡的命运 他被做成了生育片 放到餐桌上 而似乎 帕达自居后 却能就用眼睛 看着准备进食他的客人 这是他最后的视角 隔天老板刚打开浴缸 比目鱼却突然跳了出来 这是他第一次跳出浴缸 也是第一次感受到缺氧的感觉 那种窒息的痛苦让他很难受 额边想起了 快到了 再近一点 他开始啪嗒 啪嗒地朝着大海跳去 颜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时 老板却轻而易举地将他抓紧 他所做的努力 在他那面前简直不止一提 但是这次他却做足了准备 因为他口中含着之前 刺伤啪嗒的玩具键 老板被比目鱼突出的键吓到 而让比目鱼成功地掉落了大海 这是这家海鲜餐馆第一只逃生的鱼 看着无边无境的大海 比目鱼完成了趴打的意愿 故事结束 能力构建的社会 就宛如趴打生活的鱼缸一样 不成文的贴析划分 就好比大海来的鱼 请它比养殖上来的更高贵 大海来的鱼可以提出问题 可以决定问题的答案 可以先吃食物 几乎所有鱼类都得接受它的意见 而一切的缘由很简单 就是比目鱼吃大海来的 但是比目鱼在最后却又是另一个性格表现 原来它是假的反派 最早比目鱼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阶级划分中的高级人物 它为所欲为 可是这样的鱼 却又得被更高级的人类而制裁 除了表达落落墙时 也在拟化成人的社会 它的表现在开头设定就是一个反派 可是假的两个字 只是由比目鱼的情感变化而演化来的 虽然上面剧情解析 我说比目鱼是带着 艳鱼怕达的精神而重铸鱼缸 但其实我更愿意理解为 它还带着小黄鱼的迷茫而重铸鱼缸 全面最可悲的人物 无非就是小黄鱼 落下无助 可却是最善良的 但最后却落得此般下场 小黄鱼问比目鱼活下去 然后呢 对啊 然后呢 然后就是装死 肉负一日吗 艾伦的出现讲述比目鱼 接触了大海的信息 它理应对大海充满无尽的向往 可是 它却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艾伦让它活下去 然后呢 然后叫其他鱼装死吗 并不是的 结合艾伦给它讲述的大海信息 我认为艾伦是希望 比目鱼有一天 可以到大海中 去看看艾伦原来的家 比目鱼不是简单的一页 它这一页包含了太多人的寄托 活下去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它得去看看 大海 到底有什么好的 有人认为 这是一部讲述 追求自由的动画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我还是认为 这是在讲述人活着 接下去又做什么 主角虽然是帕塔 但我个人认为 比目鱼才是整部动画的主线 我们大家都只是一条比目鱼而已 而并非那条 向往着大海的帕塔艳鱼 因为我们好像 都失去了它的那份勇气 而这些鱼 无不是在拟人 在讲述人的性格 像那条鳗鱼 毫不客气地去吃掉小黄鱼 它说出了 生前 我们是朋友没错 可死后 它不就是一个食物吗 这句话可以映照在多少人身上 我就不说了 比目鱼本来的人生 就是一直在鱼缸内挠刺 但现在它有了全新的选择 就像视频间的你 也有很多选择 就像结尾最后说的 再近一点 就在眼前呢 加油吧 打帅哥 打美女 你们一定可以找到 自己活着的意义 接下去 要做什么呢 要如何改变 要如何选择 我相信你在思考后 会有答案的 怕的就是像比目鱼一样 装死太久 而忘记的思考 如果你现在有想改变 不想一层不变 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一句 改变吧 鼓励一下自己 我是赵连 一位秘连又可爱的 九星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